哈喽,各位朋友,欢迎回到台湾家庭在德国 今天是一个令人期待的日子 因为今天是7月1号 之前政府承诺的一些好事都会在7月1号正式生效 因为项目众多,所以我只挑几个跟我们生活比较有关的好消息 同样生活在德国的小伙伴们 如果你不知道今天开始会有哪一些好事发生的话 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第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所说的1300亿经济复苏计划里面 增值税的下降 所以在食品日用品上面会从7%下降成5个percent 但是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这些菜价跟物价绝对不是只有下降2%而已 我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我所长去的这个超市 它的物价跟菜价有很明显的下降 你们看这个西瓜,它是1公斤0.79欧元 这么重的西瓜从西班牙运过来 好像运费都不用钱似的 你们看到超市的柜上都贴了这个红色的标示 它上面是写说有超过5000件的商品 有降价 其实它不用贴我早就发现了 因为我每天都在买菜嘛 什么东西多少钱其实都了然于心 所以它的降价其实还蛮明显的 第二个好消息就是养老金的往上调 德国东部的老人调升4.2% 西部的老人调升3.45% 即将会有2000多万名的老人受贿 第三件好事情就是 从现在开始住在巴亚州的居民都可以在自愿的情况下 免费做新冠的检测 不需要任何的理由 也不管你有没有症状 只要你自愿要检测都可以免费接受检测 所有的费用都有巴亚 就是巴巴利亚州的政府买单 他们之前已经有一笔叫做特殊新冠基金 他把这个检测的费用从100亿调升到200亿 个人认为巴亚州的确是比较有钱 而且他们也是在疫情里面的重灾区 重点是他们的卫生部长非常的有GOT 就算中央的卫生部长 Span先生对这件事情是有点吃之以鼻的态度 他觉得这样根本没有意义 但是巴亚州的卫生部长 不惜和中央杠上也要实施全民的免费检测 所以巴巴利亚州目前是德国第一个宣布 全州可以免费新冠检测的州 再度可以看得出来 德国的各州地方自治的权力是非常的大的 第四个好消息 就是德国铁路的票价也会往下调整 如果你有打算要做德国的ICE 就是高速铁路的话 票价会便宜1.9% 那大家也知道ICE的票价其实还蛮贵的 所以一家出游的话1.9%其实不少 第五个好消息 就是从今天开始欧盟解除了15个国家的入境禁令 其中包括澳洲、纽西兰、加拿大、日本、韩国、泰国都已经可以来欧洲玩了 不过美国跟俄罗斯还有巴西、土耳其都还不行 其中中国也是可以来欧洲玩的 可是有一个附加条件哦 就是只要中国允许欧盟的旅客入境中国 欧盟也可以允许中国的旅客来欧洲哦 我们家姐姐其实已经放暑假好几天了 可是我们都还没有打算要去哪里玩呢 我们家的网红姐姐现在最在意的不是去哪里玩 我们家姐姐早就开出了一大串的欲望清单 就是购物清单 等着7月1号调降增值税的时候就要我带他去大采购 也有一些朋友列出自己长久以来很想要买的东西 可能是车子、可能是钢琴、可能是AirPods 如果你想要买的东西单价越高 那调降增值税之后你就会省得越多哦 而且到了七八月之后又有夏季大减价 对于想要入手一些奢侈品的人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不过如果你是外国人的话 你来这边买奢侈品 在机场所能退到的税就会少一点咯 这个经济复苏计划的增值税从19%降到16% 直到今年的12月31号 也就是你有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六个月的时间 可以好好打算要买些什么东西 我们的邻居原阿姨特别要跟我介绍一款很好用的熨斗 她说她的女儿也正好想要趁这一波的减价来入手这一款熨斗 因为我每个礼拜都要烫很多很多的衣服 有时候光是老公的衬衫就有十几件 还有我那些大大小小的桌布跟桌起 原阿姨要示范这个熨斗非常的神奇 她只要这样轻轻的挥两下 这一面就烫好了 本来我都要趁着衣服还没有完全干的时候烫 或者是要先喷点水 但是这一支熨斗因为它的蒸气很强 是完全不需要先喷水的 你这个漆特别强 好了 真的是画两下就好了 真是 索费你说是不是很好 很神奇 这叫做男士 男士 easy 女士 我们女士也要easy 我们可不要热闹 我们也要easy 这一款熨斗 它的牌子是法国的Tefan 原阿姨说 他们在3C的卖场 就像是Satom那样子的店 看到的售价是200多块欧元 在两三个礼拜之前的Penny 有卖过70几块欧元的 不过就算Penny的档期过了 她的女儿还是很想要入手这一款 她这个手是不是不能放在边上 不可以 太烫了 不会被蒸汽喷到 对 要被蒸汽喷到 不管我要烫这个的时候 还特别注意小孩不能在旁边 对 听说男生都比较不喜欢烫衣服 所以这一款熨斗的标榜 就是easy for men 因为它的蒸汽非常的强 所以只要轻轻化两下就烫好了 省时又省力 对于男生来讲 是非常容易上手的一款熨斗 easy for men 虽然元阿姨已经有一只熨斗了 而且我也是 可是看到这么好用的熨斗 我还是觉得很心动 圆阿姨女儿的男朋友在疫情之前就先订了车了 所以她现在觉得有点后悔 因为如果现在来买车的话 就可以省下超过2000块欧元了 等一下我就要带姐姐去大shopping了 其实她买的东西也都是跟她做影片的材料有关的 你准备好你的shopping list了吗 元阿姨推荐了熨斗给我 如果你知道什么好物要推荐给我或者是大家的话 记得要在下面留言哦 这个爸爸说你这一集超厉害的 一抛就二十几万观看 吓死我了 祝福同样在德国的小伙伴们 也能够以最划算的价钱买到你梦想中想要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 这个就可以玩了 弟弟你追追给我 不要再吃宅宅了